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张哥说他等一下要来找我 张哥前几天走了过后就没有联系过我了 但是他今天突然给我发了信息说 要来找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我说 你们说他突然给我联系 是不是想跟我 等一下他来了就知道了 舅舅我怎么感觉我这膝有点慌啊 哎呀你慌什么慌 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们等了这么久 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吧 不行舅舅得张哥来了 我们三个在一起吃好不好 来你先喝一点水 喝点茶 我这个傻丫头 行吧行吧行吧 来舅舅喝 你这是苏玛雅吧 你没事 我是谁你不用管 今天也是我拿张夫的手机给你发的消息 这样子呀 你好 小姐 你坐嘛 你坐坐坐坐 你们就是这些东西啊 对呀姐姐你别看这些是路边汤 这个味道可好了 以前张哥最喜欢带我来这吃了 这个老板也特别好 啥姐姐我有那么老吗 还有我从来都不吃路边汤 因为我有洁癖 你刚刚说啥 我刚刚说张哥鸡船来带我这里吃饭 他说这里的味道很好 饭吃着香 而且人也挺有人气味的 是挺有人味的 但是我不喜欢 在我那边没有这么乱糟糟的地方 姊妹呀我跟你讲 你也少来这种地方吃饭吧 我觉得蛮掉价的 来这种地方吃饭 只能遇见低端的人 要像我一样去高档餐厅吃饭 才能结实更有价值的人 姐姐我不认为吃这个东西是掉价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吃什么或者穿什么 有些人吃着昂贵的新餐 但是却在做着最自私的事 有些人吃着七八块钱的快餐 却在谱写着最温满的诗篇 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不单单赞于外表 而是取决于内心的脾质 你能这么想呢 其实也能理解 毕竟你跟着你舅舅生活艰苦嘛 吃不到葡萄 我说葡萄酸 哦对了 能给我拿一杯拿铁吗 什么东西 拿铁 拿 拿什么 哦 不好意思啊 忘记你们不能理解了 这是咖啡 姐姐 这个是烧烤汤 没有咖啡 要不我帮你拿瓶水吧 不用了 我只喝咖啡 你们选的这个地方也太破了吧 连咖啡都没有 以前我跟张哥在一起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带我来这种地方 他只想把最好的给我 看来他对你也不怎么样嘛 我喜欢张哥 并不是因为他有钱 也不是因为他能带我去多么高档的地方 而是因为我喜欢的是他的善良 正直 孝顺 是发自内心的好 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你懂什么 一个男人如果钱都不给你花 那他根本不可能爱你 我觉得爱不爱一个人 不能用机钱来衡量 机钱买不来珍惜 买不来珍惜 更买不来两个人互相付出 互相体谅 并且张哥他帮助了我很多很多 他帮我解决了我女儿上学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他澎湃在我的身边 那不一样 一样 这些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了 也是我需要的 张哥帮我解决了所有的事 我觉得他就是天上特别亮的那颗星星 可他拿你当星星吗 你在他眼里 可能连块小石头都算不上 每个人小的时候都会捡一两块小石头 玩一下 当做示弱珍宝 玩一段时间不也就扔了吗 虽然钻石和石头差不多 但是钻石不会随着时间被丢弃 而石头会 所以你明白我们两个之间的差距了吗 姐姐 你说的这个我听不太懂 但是我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 陪在张哥身边的不是什么钻石 而是我这颗石头 可是你觉得石头配得上他吗 现在或许还可以 以后呢 你在事业上能帮助他吗 他带你出去不会丢人吗 你觉得张哥真的会捧着一个石头过碗一生吗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 有多少人羡慕我们 每次下班楼下 他都会在我公司楼下等我 无论刮风下雨 我能给他一切 你能给他什么 虽然我给不了他什么 但是在我能力语取的范围之内 我都会把最好的给他 通过这件事情以后 让我知道了张哥是一个重其重义的人 也让我知道了张哥想要的就是 珍惜实意的陪伴 而不是所谓的挨贵的东西 凭什么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 凭我跟张哥相处一年的时间 凭我对张哥的了解 他真诚 善良 总是关心和照顾到身边的人 他想要的是真心换真心 只要有心 所有的心意都是最珍贵的 哪怕是一个好看的石头 一对机器准备的烧烤 一段长久的陪伴 虽然我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能把所有的珍惜都交给张哥 我不会因为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离开他 更不会因为在他一球二把的时刻就放弃他 我想做的就是一辈子都一无反顾的陪在他身边 我想这是张哥想要的 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苏美亚 你太棒了 你说的太好了 舅舅 我终于说出来了 虽然张哥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 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去诋毁我们两个之间的过去 我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诋毁张哥 行 那我们快吃饭吧 但是我们用来的 谢谢 谢谢